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我叫任敏英 今年42岁 我来自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 八年前的一次变故 怕双目失明 是儿子的陪伴 让他挺过一次次的难关 面对对他的困难 我都不会害怕了 因为我儿子 是我的眼睛 然而彌族珍贵 爱的陪伴十分短暂 就在四年前 厄运再次袭来 再一次让他遭受重创 有请 今天来找什么人 找跟我没有血缘的两个孩子 虽然我看不到他们的模样 但是我想摸一摸他们的眼睛 抱一抱他们 找两个孩子 你认识他们吗 还得从我的婚姻说起 我在1998年的正月结婚 婚后呢 经常为一些个家庭的琐事 丈夫就是张嘴就骂 动手就打 我们在乡下开了一个饭店 那会儿我孩子就两周多了 开饭店的时候 也是因为家庭的小事 他又动手 拿起楼梯下面那个酒瓶子 把我脑袋砸了 当时砸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包 我就想这种日子 真的不能再过下去了 我也不想再忍 以前都是为了孩子 一忍再忍 在2006年的6月份 我起诉离了婚 一个人带着我儿子生活 虽然生活很辛苦吧 但是跟孩子在一起 挺开心的 也挺温馨的 你的眼睛怎么了 什么原因 在2006年的4月份 我发现我的眼睛 就是特别不舒服了 一检查 他说你右眼失明了 左眼视力当时是0.1 然后就做了手术 一直到2009年的9月份 我的左眼 突然之间就是眼牙增高 视身经萎缩 只做完手术之后 他当时告诉我就是 可能会失明 可能就是略有光感 当时我就在想 我儿子就是我的眼睛 就是我的依靠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日常生活 人都说妈妈应该照顾孩子 可是我的儿子 才十来岁的孩子 都要照顾我 夏天 那天晚上有点下雨了 下得是中雨 晚上睡觉 我们娘俩有一个习惯 就是晚上她也都要摸摸我的脸 我也要摸摸她的脸 她摸我脸的时候 她说哎呀妈妈 额头有点热 我说好像有点发烧 她说妈妈 家里有药吗 我说家里好像没有退烧药了 我感觉到她是在穿衣服 她说妈妈你等着 我下去给你买药 我说你别去了 明天停了雨再去 明天再去 她说不用妈妈 发烧不行 不能不吃药 然后她就穿衣服 我说不行 外面雨太大 路很难走的 因为我们那个连租房 那个位置就是 原先是砖厂 全都是红泥那种粘泥 孩子走了以后 我就寻思着 当时我们没有路灯 也还把孩子摔着 特别着急地在家等着 那雨 雨在外面 哗哗地下 孩子回来了 我心里就想着 指定是全身都湿透了 我就摸她的脚 摸她的鞋 那鞋全都湿湿的 说儿子你先洗洗酒 泡泡酒 不妈妈 你一定要先吃药 虽然我眼睛 什么以后看不到东西 很失落也很痛苦 但是有我儿子的陪伴 我什么都不怕 遇到任何的困难 我都勇敢了 能勇敢地去面对 孩子就是我的眼睛 孩子就是我的一切 到了2014年的7月份 我的儿子说 妈妈我腿疼 当时我在想 可能是孩子正是那个 长身体的时候 可能是缺钙了 我说咱们有时 上中医院去看一下 到了中医院的时候 医生说拍个片子吧 拍了片子 医生说看不太清楚 拍一个CT吧 拍完CT的时候 医生就说 刘诗伟的家长 进来一下 我的儿子领我进去 医生当时说 你出去吧 让我们孩子出去了 我就感觉着不太好 他说 你们孩子最近发没发烧 我是没有 没有发烧 他说 那个 我建议你到县医院 去拍一个合词 我的心就有一种 不好的感觉 我有点害怕 又着急又害怕 引着孩子到西岸医院 去拍合词 当时拍合词的时候 就是 我儿子我们两个 拍完了之后 医生说 建议说 你再拍一个 加强的合词 当时我的心 心痛 受不出的那种感觉 当时没让我进去 在外面走廊的椅子坐着 后来我儿子说 妈妈我要上卫生间 我家里人就领他上卫生间了 当时孩子大姑出来说 我是怎么样 医生怎么说 他不说话 我说你说吧 我能挺住你说吧 他说 医生 说 可能是骨癌 我当时 摊坐在地下 等我摊坐在地下之后 我在想 我儿子在哪 不能让他看到我 我摊在地下 我说 维维呢 他说上卫生间了 我说你扶我站起来 不能让孩子看到 看到我 看到我这种样子 往孩子大姑说 张着钱吧 张着钱给孩子看病 我说马上就走 我到北京 去北京 去北京跟孩子看病 当时走的那天晚上 围巢下了一天的雨 一夜的雨 我哭了一夜 我想这种病为啥不让我得了 我已经这样了 为什么不让我得了 让我儿子得了 孩子太小了 十五岁了 但是作为母亲 我一定也得坚持住 到2014年的8月4号 确诊了孩子 确诊了骨癌 骨肉瘤 发疗有十六个疗程 因为 我是地保护 有了病之后 没有任何的收入 全是靠我 哥哥接着他们 当时我就想 不管有什么办法 我一定要救我的儿子 我儿子就是我的一切 宣传部 发那个官方微博 当时全国 当时北京 好多安心的人士 也给孩子捐了款 我现在你的那个市民 还有安心企业 太多太多好心人 不知道性命的好心人 还有全国各地的好心人 都给孩子捐款 当时 捐了 好像是二十多 二三十万 2014年的11月6号 我儿子就要做手术 11号 11月5号 给孩子打电话 我说 薇薇你害怕吗 我就说妈妈 我不害怕 等我好了 我还想上学 我说明天早上 妈妈再给你打电话 等到11月6号 早晨的时候 没等我给孩子打电话 孩子就给我打电话 说 妈妈 我要做书前准备了 这马上就要 进手出事了 我说 薇薇加油 我儿子说 妈妈 你也加油 孩子 经过 早晨八点进的手术室 下午 两点半 出的手术室 他父亲给我打电话 手术做的 当时做的 很成功 当时 北京的好多的 那个好心人 当时也到医院去看望孩子 给孩子 留钱 给孩子送花 安慰他 鼓励他 我孩子都会给我打电话 说妈妈 好多人来看我 鼓励我 我说你好好 那个 配合医生 好好地花疗 因为 鼓励 是最疼的 我花疗时都痛苦 孩子从来不苦 从来 打电话的时候 没痛我 没有哭过 一次也没哭过 总是在手 妈妈 好好治病 等明年 我出院了 我还要回去上学 我说是的 我说你好好的 好好的 配合医生 好好治疗 妈妈在家里 好好的 就在我儿子 14年 10月6号 做完 第一次手术的时候 我孩子跟我商量 说妈妈 我想 卷脚膜和气管 当时 我听 也意外 也不意外 意外的是 是不是孩子知道 自己的病情 不意外的是 因为我孩子 就 就是这么多的好心人 他是一个非常感恩 知道感恩的孩子 我看不到 他也希望 别人能看到 他也希望帮助到别人 他在北京 去治疗 我在家里面 有时候我给打电话 我说 卫卫 你干嘛呢 他说 妈妈我在 学会计 我说 你想学个一技之长 他说 我说是妈妈 妈妈你一直不都想学按摩吗 我学 我学会计 你学按摩 是的 我说将来咱俩 妈妈开一个小店 咱俩还能在一起 他说妈妈 我是你的眼睛 你是我的腿 到了2016年的 3月21日 孩子感冒了 他爸爸给我打电话 当时在医院里面 又做了检查 说孩子细胞扩散到 肺部 肺部有了肺泡 我说让我儿子 回北场 回来吧 跟我在一起 不管怎么样 我们娘俩都要在一起 孩子回到 县医院 高烧不退 还要输学 但是孩子从来 都不说什么 都说我一去 我儿子就说妈妈 你回去吧 妈妈 你回去吧 你别在这儿 你回去吧 总是这么说 不让我在那儿 不让我看到 他难受的样子 就在我儿子 去世的头两天 我儿子给我打电话 妈妈 我可能真的 赔不了你了 不管我怎么样 你都要好好的活着 他说妈妈 我疼 你救救我 你救救我 我儿子从来没受过疼 从来没有过 从来在我面前 也没有哭过 我的儿子才十六 十七岁 儿子才十七岁 没过一天 二零一六年的六月十二日 凌晨三点十五分 我儿子永远地离开了我 太痛苦了 孩子 孩子 当时 内蒙古 驰风市的红十字会 摘去了我儿子的脚膜 后来我借一趟告诉我 然后捐给了两尺风市的两个孩子 我就想摸摸他们的眼睛 抱一抱他们 虽然我看不到他们长的模样 秘书长 我们可以一起帮帮她吗 这个妹妹确实活得比较辛苦 但是你 我希望你也记住 我希望你记住你儿子的遗愿 好好地活着 谢谢 我一定会坚强坚强的 我一定会好好的生活 我们基金会呢 也会一起努力完成你儿子的遗愿 让你活得好 谢谢 你自己也坚持 我会的 我在这里呢 也呼吁广大的电视观众呢 能够伸出援助之手 那我们圆梦基金呢 先资助你三万元 缓解一下暂时的困难 谢谢大家 那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地给予帮助 争取我们以后能够 给你长期的资助 给你一个比较好的生活 谢谢 你自己也坚持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 我们自己在想办法给他筹两万块钱 一共给他五万块钱吧 好吧 谢谢 谢谢你们 我儿子走了一个多星期之后 我跟我姐姐说 我说 孩子走了 这么多好心人帮助我们这个弱势家庭 我决定也要把脚膜和器官捐出去 我的两个姐姐领我到了我们县红知识会 到红知识会的时候 工作人员说 你儿子捐了脚膜和器官 为什么你还要捐呢 我当时坚定地说 就因为我儿子走了 我更要捐 因为更多的好 那么多的好心人帮助了我这弱势家庭 儿子走了 你的日子怎么过呀 孩子走了之后 天天的不睡觉 白天也哭吧 不 几乎就是不睡觉 就总是觉得孩子总是在我的身边 孩子没有走就在我的身边 做梦也是梦的孩子 去年孩子的照片呢 衣服 衣服 一件都没有 一半的都偏我没有 孩子的被子 我还在盖着 就跟孩子还跟我在一起一样 就是因为我 答应我儿子嘛 他当时也学会计 我就说我要学按摩 就在17年 17年的3月份 我到了北京成人按摩学校 经过三个月的学习 我拿到了高级按摩试证 通过邻居的介绍 到了一家 那个就是说免费的治疗中心 在那里吃 在那里住 纵有万般不舍 但是我还是没能留住儿子 十六岁年轻的生命 带走了妈妈所有的爱 空荡荡的房间 陪伴不再 谜难这段 使妈妈浓浓的思念 虽然 我儿子刘师妹走了 也是带着他家满满的爱子 作为刘师妹母亲的我 我也会 坏了一颗感恩的心 在以后会勇敢地面对生活 收起眼泪 从不幸的谷底挣扎起身 独立自强 自己也要开启崭新的生活 为了自己 也为了曾经对儿子许下的那句承诺 会好好活着 永远都做让儿子骄傲的妈妈 我想摸一摸他们的脸 抱一抱他们 不知道他们现在生活得好不好 实力恢复到什么情况 不知道我们能够帮他 满足这样的心愿吗 来 看看爱心寻人团的苏东 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人民英大姐 您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 在等着我的容媒体平台上 您发来了求助要寻人 我们看到了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 帮助您整理资料 展开寻找 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 儿子小伟的眼角膜呢 是保存在了赤丰的眼角膜部 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 联系了赤丰眼库 人体器官牵线本着 牵线者与受牵者双某的原则 但只要经过双方同意相见 是可以见面的 经过我们的查找 小伟的眼角如来 捐线给了内蒙古 持络室的两位患者 我们立即查找到 两位受牵者的联系方式 便随即与两位受牵者 通过电话 那么这两名受牵者 能否都被找到呢 如果找到的话 他们今天能不能 都来到现场呢 我们和你一样 期待着好的结果 加油 等着我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哪天都在想 天天都在想 想见一见他们 看到他们现在视力恢复到什么程度 看到他 就好像看到我自己的孩子 看到我儿子流逝为生命的延续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为人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大姐 任大姐 您好 任大姐 您好 孩子来了吗 您好 我是书东 您别着急 您好 您别着急 我们要告诉您的是 我们已经联系到了这两位受捐者 而且小伟的这两只眼角膜都派上用场了 很好 是吗 非常好 孩子势力恢复的 非常好 其中有一位受捐者呢 我们联系上他的时候呢 他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 还在有一些生病当中 所以呢 没有过来 但是另外一位受捐者呀 她是一个11岁的小姑娘 我们跟家人联系上之后呢 他们也都特别地高兴 妈妈说 一定要赶过来 跟您见见面 向您说一声感谢 所以他们第一时间 来了 就来到了北京 来了 来 接下来我扶着您 我们一起来期待小姑娘 小新宇和她的妈妈 好的 出来见面 好的 来 请开门 我们有请小新宇和新宇的妈妈 我不哭 别吓哭 我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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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阿姨你好 我是新宇 她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姑娘 来 你帮忙看一看 孩子 妈 你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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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学习还好吧 挺好的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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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苦你不要害怕 嗯 不要害怕 孩子 你不要害怕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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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 还好 还好是吧 能到零点几 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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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在恢复 慢慢在恢复 是的 有一段时间 会越来越好 是的 注意不要看手机 饮食方面要注意 些辣的东西不要吃 听妈妈的话 听了没有 小新宇考试成绩可不错了 这次考多分 语文是98 然后数学和英语是100 太棒了 太棒了 真的太棒了 好好学习 妈妈呢 这是新宇的妈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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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给您准备的一束 特别漂亮的花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特别感谢你 来 任妈妈 我扶您 咱们过去慢慢坐下说 好不好 来 好 来 请坐 来 孩子 把衣服来 阿姨谢谢你 孩子 谢谢小月哥 你好好 好好谢谢 孩子当时的视力怎样 当时是瞅不见的 她的眼睛是先天的吗 不是 偶然的一丝意外 伤到的是哪边的眼睛 左眼 妈妈 坚强 挺住 我们都会是你的眼睛 谢谢陈瑞老师 来 一起回家吧 在这儿呢 我们也要感谢我们 内蒙古红十字会 河北红十字会 以及内蒙古赤峰眼库 对我们寻找的工作 做出了大力的支持 谢谢大家 相信我们会把更多的爱心 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来 馨宇 我们扶展 阿姨 我们慢慢走 慢慢走 来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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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阿姨的孩子 那个哥哥 给了我重新看世界的机会 我以后会替他看着世界 坚强的妈妈 感恩社会的帮助 也像市委一样 签署了捐赠志愿书 把自己的器官捐献出去 救助更多的人 器官捐献 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 这是造福人类的善举 是社会文明的体现 感恩让社会充满温暖 捐献让生命充满力量 希望更多的人 了解这项善举的意义 让世界变成更美好的人间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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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